超快 超快 超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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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 欢迎回来ROCK频道 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一双球鞋 是我前一阵子才收到的 来自New Balance的英产991 就是这一双 991 NGO OK 这一视频是纯购物分享 当然不可能掐饭了 对不对 我怎么可能掐到New Balance的饭 其实本来这双鞋我没有打算做太多的分享 我只是当做一个个人的购物 买了双鞋而已嘛 我觉得好像没有太多分享的必要 但就还是有很多朋友评论 或者私信我说 让我做一期视频吧 我就再找一个不同的切入点 因为991本来就不是一个特别新的鞋型 再加上 关于991的视频呢 其实也不少了 不缺我这一个视频 我在想有没有什么新的切入点去分享 我这一次分享呢 就不去过多的介绍991这个鞋型 它只是换了个颜色出新品而已 就没有什么太多特别的 那我们就主要从它这个新颜色 从它这个色系的配色来切入好了 大家看到这双鞋呢 其实它是一个2020年2月份 package出的一个配色 同时它的package还有另外一个颜色就是 有点灰蓝的那双叫GBT 那它们两个一起做为一个叫做New Block的pack一起出的 那你们个人觉得哪双比较好看呢 NGO的话就发1 然后GBT发个2 那我看一下 GBT那一双的配色就是跟这一双明显是反过来的 这双是比较偏暖的一种大地色系 GBT那双是比较偏冷偏灰的那种冷峻的感觉 GBT就是它的颜色嘛 那它颜色的全程就是gray with blue and teal 就是GBT 灰色带一点蓝色和青色 那其实我个人来讲它那个蓝呢 蓝的不是很正 它的后跟那一块蓝是比较偏脏青的 鞋侧身的一抹蓝色呢 比较带一点点碧绿的感觉 我没有拿到实物啦 我只是在图片上看 实物可能会有点偏差吧 然后它那双鞋的所有灰色也是那种 比较偏冷的灰 跟这双是完全反过来的 这双NGO颜色的全程是 Nude with Gray and Olive 就是裸色配灰色和橄榄色 我也不知道这一抹很鲜艳的颜色它们放在哪里 Anyway 反正 这就是两双鞋 我们可以做一个package一起出的 我们还是先从鞋盒看起好了 其实鞋盒没有太多特别的地方 就是一个很传统的阴产 New Balance的鞋盒 里面有它的一个地址简介 和工厂的一个简笔画 趁此烂掉了我就不拿出来了 然后会多送一副纯白的鞋带 那我没有绑 我现在绑的是这个裸灰色的鞋带 我这里有一个疑问 这是我第一次买New Balance的银产产品 因为现在990、992、993 全都是没产的嘛 只有991还在银产 我说9系 我不知道是我这一双 还是所有银产都这样 就是它的鞋里面是没有那种 固定形状的那个纸团的 我不知道你们买的银产 是不是也是这样啊 弹幕或者评论 告诉我一下 那这个鞋盒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两边都有标 我觉得可能是有一边是经销商贴的吧 这边应该是出厂的鞋标了 就大概看一眼就好了 没有什么特别的 两副鞋带 我为什么选择这一副裸灰色 其实还是为了整体配色的一个整体感 我不想让它太过于跳脱 那银产的鞋我拿到手里 其实我感觉它的质感也是非常不错的 从它的材质啊做工啊等等之类的 包括鞋型的一个两只脚的这个对称性 我觉得是比美产稍微好那么一点点 当然也没有很夸张啊 材质方面确实英产用料是挺好的 真的挺好的 这双鞋的科技我就 我就觉得没什么特别多好讲的了 全底absorb的中底缓震 然后前后是这种组合式的中底 加上一个耐磨大底 其实我觉得它大底还蛮有意思的 好像这是Nilio41斯为数不多的用自己logo 来做鞋底纹路设计的一款鞋底吧 其他的鞋好像鞋底都还挺低调 就这一双全都是N 然后它脚感肯定啦 它不是这个时代产物 991是一双01年诞生的鞋款 那所以它科技什么的 就肯定跟现代的新的鞋子没有办法比了 只是说它脚感的就是鞋底 这个坡度的设计很适合我这种脚型 因为我的脚是那种比较瘦比较长的那种形状 然后足弓比较高 很难用语言描述 抱歉让你们看到这个有味道的画面 看一眼就明白我在说什么 就是我的足弓呢 很瘦很长 然后足弓的位置很深很高 就是我能塞一个手指的指节进去 我个人觉得这个挺夸张的 就我平时最喜欢的鞋子 就是那种足弓的位置 有一个饱满的支撑的那种鞋型 是我最喜欢的 那在991之前呢 我最常穿的鞋型就是这双 来自Nike的Flyny Racer 这双鞋不好意思的比较旧了 它样子不是很好看 大家随便看一看就好了 因为我穿了很多年 基本上是我夏天必备的一双鞋 那它鞋型你可以很明显看到 它是非常细非常尖 像这种箭头一样的感觉 这种类型的鞋型就非常适合我自己的脚 所以我怎么说就是 虽然它科技不是特别多了 一个泡棉中底而已 但是我是基本上夏天每天都会去穿 因为它透气性好 同时脚感也好 基本上就是离不开的一双鞋 第二双让我觉得脚感能这么匹配我的脚型的就是这双991了 你别看它好像样子有点过时 好像上个世纪的产物 那它的中底设计呢 我觉得是比 990啊 V2那些或者V5的脚感都要更贴合我自己的脚型 就是中间这一块 你可以看到它 它这个中底的颜色是分了两截的嘛 那后面这一截是有一个像上了坡度的一个凸起 那这个坡度其实你就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个球鞋中底的一个横截面了 就算把它从中间铺开 它中间这个底也是这样子上坡的一个设计 然后包括它的鞋垫 也是在足弓的位置有一个非常大非常长的饱满的一个凸起 中上所述的这双鞋呢 就很适合我那种高足弓的脚型 我穿上去基本上是百分百贴合我的脚 虽然它中底的缓震不是特别的出色 踩上去还是有点硬 但是只要它的形状够贴合 我长时间走路我是不会感到累的 所以这也是我非常喜欢991这个鞋型的原因啦 给一些细节特写给大家看一下 这双鞋的质感用料 它的皮质啊 车线走工啊什么的 在我看来都是非常优秀的 然后991状鞋 其实我觉得它还真的蛮挑配色的 因为这个鞋型的设计本身就是挺老爹的 如果颜色选的不好就很容易显得很土 2月份发售的这个Nublo pack 这两双鞋的配色我觉得都很不错 很鲜很fresh 很适合这个时代的感觉 这两双我觉得都不错啦 没有谁高谁低 就是看个人平时的搭配风格 看自己喜欢啦 那么购买建议呢 那我就不从它的性能 它的配置去说了 因为肯定比我了解这个型号的人大有人在 那你们大可以去看其他部署的视频了 我只从颜色方面去介绍好了 GVT那双可能就保险一点 就灰色的 Nublox带一点点蓝色调 那你可以搭配很多同色系的单品 那大地色系的这双NGO呢 我个人觉得就是更加的粗跳 会更加的有新鲜感 在搭配的同时会让人一眼就觉得 嗯 很少见的Nublox的感觉 就是大概是这个效果吧 那在我看来呢 Nublox采用大地色系是一个非常讨巧 保持新鲜感的同时呢 也保证了有一定的意大性 就是容易搭配 因为大地色系怎么说呢 就是在我们生活中除了黑白灰以外 我觉得是最百搭的颜色啦 你看像军装啊工装啊 一些复古的服装 大部分的风格都是走大地色系的 就是这种卡齐啊军绿啊 深鹤啊 带一点点鲜艳的红或者黄之类的 反正这就是我买这个颜色的一个理由吧 那也是我想跟你们分享的一个动机 就是大地色系的鞋 该怎么样去穿 怎么样去搭配 我的一些灵感和想法 那希望能帮助到你们 怎么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呢 我觉得主要是看你自己日常的搭配风格啦 在我看来 GPT是更加保险的选择 就是GPT会是一个更加大众的选择 更加适合大多数人的选择 那NGO这个颜色呢 在我看来它比较跳脱于Nublox这个刻板印象的 当然也有那种全蓝全黄全红 这种颜色也大把多 我知道 只是说这种拼色撞色的 配色设计并且是整个色系在撞色的同时还能保持一个相对完整的一个完整性 同样的一个色系 我觉得这种搭配还是比较少见的 并且这个搭配放在991这个鞋型上呢也是挺好看的 它就让991不显得那么老土了 因为大家也知道 接下来的一年肯定会是992复刻的一年 这个从最近的动向大家也能很明显的感受到了 穿992的人会很多 如果你不想赚款的话你可以买个991 很相似的同时呢又不完全一样 这是一个比较聪明的选择在我看了 虽然说它是个991的系列 但是我觉得它跟这双 990V2还真的有蛮多相似之处的 比起V5来讲 V2跟它会更像 一样都是absorb的中底 包括你看后跟的这个稳定片的设计 然后absorb这一条 然后前后分离的一个中底 后跟的设计和前掌的设计 包括斜形 斜轩的形状都很像 那这双991的斜轩 我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就它比看上去的要瘦 我的脚传进去左右的 余量活动空间没有 没有这双V5来得多 这双V5看着大家觉得好像也是 它们两个这样看起来差不多 但其实你的脚传进去 V5的里面会显得更加宽阔一点 991的空间会显得比较局处 然后包括它的侧面看 它的前掌厚度会稍微矮一点点 有朋友跟我说过991的斜行 前面有点压脚背 那这个可能还是根据不同人脚型的 肥厚程度不一样 就大家各自感受不同 我只是给个意见 像我这种比较瘦的人来讲 我的脚传进去是刚刚好的 如果你是那种比较肉比较壮的这种脚 你可能要买大半码或者选多一个宽度 哦对 还有一点就是991英产的鞋垫 我不知道为什么它的鞋垫配置 但是比美产的990 B2 V5都要低配一点 它是普通的泡棉鞋垫而已 连海棉都不是 更别提什么Ortholite的鞋垫 完全不是 就是一个普通泡棉鞋垫 所以我觉得它可能会比海棉鞋垫来讲 要更加的闷脚 但是现在天气还没有到夏天的温度 我也不太确定真的长时间穿 会不会容易出汗或脚丑 我觉得我是有这个怀疑态度 那再过来一个就是 它鞋垫的这个位置 有991刺绣的这一块呢 白色的看到吗 这一块不是天然皮革 它是人造皮 是PU 我不知道为什么用料这么棒的一双银垫 哪一块PU在这个位置 嗯我想不通 不知道其他配色是不是也是这样的话 大家知道的话告诉我一下 这是我不太满意这双鞋的几个小问题吧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不知道是我这双鞋批次做工的问题呢 还是991的这个鞋型的鞋底就这样 大家可以看到画面上 我拿其他两双Nibans的鞋 在一个平面上 拿手去碰它呢 它们顶多就是前后的晃动 像翘翘板一样 991这双我不知道为什么 它的中底 它的外底 从这个平面看过去呢 不是纯平的 它有一点中间鼓起 而且左右脚不一样 右脚会更加明显一点 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出来 看得出吗 就它有一点圆弧形 它不平啊 中间是最高的 把它这样放在一个平面上的时候呢 它会左右晃动 不仅仅是前后晃 还会左右晃 就像个不打工一样 真的摇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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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很受不了这一点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你们的991会这样吗 告诉我一下 这是我最受不了的一个地方 其他的都还好 希望只是皮次的问题吧 鞋舌里面呢 就只有一个Main England的标 里面的这个尺码标 印的不是很清楚 非常糊 这双鞋它除了皮质的部分 质感非常好之外 它的网面质感 也非常好 美产V5的这个网面 嗯说难听点 像鱼网一样挺粗糙的感觉 我的V2不是网面 是全皮的版本 所以就没有办法比较 但是991这个网面呢 是非常细腻的那种 摸上去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声音 非常的丝滑 然后内衬都是这种绒布 也是非常OG那种啦 不像现在都是那些 这种棉网 什么鬼嘛 没拿到这双鞋的之前 我觉得这个还OK 但是这个质感 真的就是完胜 没得比 不过脚感方面啊 日常行走的话 缓震的感觉 更加明显的还是V5 这个没办法 因为新嘛 去年才发的 01年诞生出来之后 好像科技就没有再更新过了 所以我觉得它 脚感没有那么好 也能理解 但是它的鞋底 形状设计确实 足够贴合我自己的脚 我的脚型来讲 对这双鞋是非常满意的 不知道你们怎么样了 所以大家在选择 在购买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看别人的视频 听别人讲觉得很好 很过瘾 你就买了 买回来发现 根本不适合自己 因为每个人长得都不一样 那每个人的风格也都不一样 这也是我想跟大家 反复去说明的一点就是 你首先了解自己 足够了解你自己 你才好去消费去购买 去被种草 不要那么轻易的就被带走了 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但买之前先清楚的认识自己 合适什么不合适什么 怎样的风格是最适合你的 你足够了解自己之后 你就会更加好去买东西了 因为你买什么都是穿成自己的样子 而不是你在穿别人的衣服 那这大概就是这双鞋的一个外观 一个硬件配置的 还有性能方面的一些概括 不是什么新出的鞋行为 不去过多的啰嗦介绍了 因为我想快一点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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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做那么长的视频 那接下来就进入到 这双鞋的一个搭配环节 这次的搭配呢 我也是为了快点 我就还是采用了以前的 展示搭配的方式就是拍照片 而不是拍太多的视频画面 因为拍摄加处理照片的速度 比起来视频确实快很多 那也是我比较上手 比较熟悉的一个流程吧 开始做Vlog之前呢 都是通过照片去分享我的搭配 而且买其他的东西 但是我们这次来点不一样的 我这次总共搭了三套 三套不同方向的搭配 那给大家做一个灵感和参考 那我用一个类似于翻杂志的感觉 给大家展示 那就是我把我的传达照片呢 就是修饰一下 把它弄得像杂志那一页的效果 你们就像看电子书一样看好了 就这样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啊 提前跟大家说明白一点 就是 审美这个东西呢 是非常主观的 我在之前视频也提到过了 搭配的风格 只有喜欢或者不喜欢 没有什么对与错之分 大家不要太过于抓牛角尖 吵吵闹闹这种事情 留给弟弟们去做 大家理性发言 OK 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第一个造型的搭配方向呢 是这样的 我全身的所有单品 它的颜色选择 都是来自于这双鞋本身 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想法 你在选择你这一身要出门的搭配之前呢 你先确定谁是主角 比方说 这双鞋的颜色最多它最跳 那我决定以它为主角 然后从它身上找各种颜色的单品 来穿在身上 就是这个意思 举个例子啊 看我的裤子和我的背包 它们都是偏绿色系的 就是这双鞋的中间这个部分了 我的T恤 就是后跟这一块灰色的感觉 可以跟它做呼应 帽子呢 还有我的肤色 肤色也要算进去的 再搭配里 要了解一下自己的肤色 肤色还有帽子呢 就是来自这一块面积最大的 这个比较暖的裸灰色吧 我们就顾鞋这样叫好了 那至于说这个一抹最亮眼的颜色呢 在背包上有一个小小的patch 那个可以用来做一个小呼应 就是这样的效果 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拍摄搭配照片的小诀窍 就是不要太做做的摆拍 尽量融合在你生活的一个 正在做事的过程中 比方说你正在走路 你正在喝咖啡 你正在看书 你正在干嘛干嘛这样子 而不要站在那里摆个pose 这样子会看起来更加自然 那也更有杂志的感觉 这是一个小诀窍 那这样搭配的好处就是你全身的颜色 都会看起来特别的统一 尤其是大地色系这种颜色难过 非常多的色系 从绿色到红色 然后中间一些比较灰的 比如说褐色啊卡齐啊 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大地色 你可以搭配的非常丰富 然后并且也不容易出错 这种色系的单品质感大概都差不多 都是一些材质比较天然的 或者说工艺比较天然的一些单品 棉质啊或者是棉麻之类的这种感觉 大家在选择身上搭配的单品的时候呢 除了你看颜色之外 呃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材质 不同材质会表现出不同的质感 哪怕是同样颜色的单品 他们使用不同材质去制作呢 在视觉的感官上也会有不同的效果 那这是大家在选择单品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点 过来第二个look 第二个look的感觉其实没有过多的要素 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白T配原牛的搭配 这也是绝对不会错的搭配 尤其是去搭配new balance这一种比较复古的鞋型 我个人认为是非常保险 不用花费你太多时间和精力去思考该怎么搭配 一般都不会出错 并且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标签性的内容在 就是怎么样的人怎么样的性格都可以去搭 虽然说白T配原牛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简单的搭配 但是我在这里这个look的重点就是很重要 越简单的单品就设计元素越少的单品 它的款式越简单 越需要去注重它制作的一个面料的材质和它版型的剪裁 因为你身上的单品怎么样去体现出它的优质的感觉呢 很大程度上如果在削减掉过多的设计元素之后 剩下的就是材质和剪裁 这两点呢说真的不是说特别便宜的单品能达到的 所以说这是为什么一条原牛有些品牌卖几百块 有些品牌卖个一千两千都有 那它们之间差别在哪里呢 除了材质之外很大程度上是这个版型的剪裁 那这个方面呢你不拿到手是很难感受得到的 所以很多时候大家不要贪便宜 还是那句话往往是越基础的单品 就越考验它的材质和版型是否优秀 搭配这种基础款的单品上呢 大家不要吝啬你的钱包 你要去选择优质的材质和非常适合你身型的版型去表现 那像我这个look里面呢 我的T恤是虽然说是白T啦 但是是那种非常宽深的Pocket白T 是无缝筒子的那种 就看起来有复古味道的同时呢 有一点oversize的感觉 拍成照片 然后做成杂志风格的这种表现 看起来的效果会比一种合身的T恤来说要更加的有表现力 能get到我说的那一点嘛 就是像我身上这一件的感觉 不是怎么特别厉害的单品呢 就是来自游泳库最新的那个Arysim系列的五分袖 我个人觉得超好穿 因为我夏天就夏天容易出汗嘛 那种素杆棉料的 我就是觉得可以多背几件 并且这个版型我觉得也很适合日常穿 宽宽大大的很凉快 然后造型的扩型也有 这是我蛮推荐的一个单品 那还有一个就是纯棉的 像我在图片上给你们看的这种PocketT 那有个口袋在胸前呢 会比没有口袋的光板T来讲 会更加的有玩味 有一个造型感 同时呢 这条牛仔裤也不是传统的那种刺耳圆牛 它是有一点肥裤腿 然后裤脚微收那种 有一点点椎形 宽腿窄口的这种版型的圆牛 它在保证了有刺耳圆牛的味道同时呢 它的版型会更加适合现代的这个 配合oversizeT恤来讲 有达到宽松扩型的效果 同时不会显得脱胎 因为它的裤口是有点瘦的 那所以在rollup的露出袜子之后呢 会显得你整个人的造型就 扩型特别好 这就是这一个look的 比较重要的一些重点 那这个look还有一个就是饰品 那你在白T配圆牛的时候呢 我觉得身上不要配太多的饰品 会显得整个人浮躁 膨胀就低调一点 因为你的搭配已经很低调了 配饰不要选择太多 你看我这里面就只戴了一个音就够了 因为它本身分量也很重 那帽子呢也是那种非常 在街头感的同时带点复古的味道 Noah这个品牌是非常合适的 它就是这个调性了 当然不一定要跟我头上的帽子一模一样 反正是这种rugby hat 你们可以去自行选择其他的一些品牌 质感达到就好了 那可以看到我这个look 包括上一个look呢 袜子都是纯白的棉袜 这个我觉得也是跟白T恤一样 是一个非常基础的单品 也是绝对不会出错的单品 尤其搭配日本是用老爹鞋来讲 这个也是我比较推荐大家 尤其现在又到一年的夏天了 该买的白T恤 该买的白袜子 都应该买起来了 这是消耗非常快的一个必备的单品 那来到最后一个造型 嘿嘿 最后一个造型的方向呢 可能跟这双991本身的定位呢 并不是特别的 怎么说 就是不会一下就想到 是有点轻轻的机能感 都市同情的感觉 比较urban一点 那这个也是我一直以来 我个人喜欢去尝试的风格 就是不要照着它刻板印象的风格 去那样穿 我觉得可以多尝试一点 也是我在买这双鞋之前 我看到的一个上脚照片 是我觉得给到我启发 然后我个人去尝试 并且去延伸了一下 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图片上的效果了 这一身的造型单品呢 都是来自 技能品牌也所之前介绍的 国内的NOS 那裤子呢 是19年的功夫裤 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 外套是那件夹两件的马甲 内搭的时候 我用一件黑色高领做打底 这样子可以去更加凸显这个中间橙色T恤 和鞋上这一抹橘红色 或者叫珠红色的颜色像呼应 虽然说他们两个看起来肯定不是完全匹配一模一样 只是说能有一个视觉上的呼应 因为这个颜色实在是太跳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在这身除了鲜艳的颜色之外 没有再使用其他任何颜色了 都是黑色 包括袜子也是 那这样子可以最大程度的去凸显 你的T恤和这双鞋的一个呼应 大家都知道 技能风格的单品是很适合都市的 所以说有些技能风格的单品做的很夸张 会让人觉得没有那么日常 太过于走秀的感觉 太过于做作了 太夸张了 不适合日常穿 但其实我这个look上身的造型 我觉得是非常适合日常通勤的 而且日常通勤 这一个特性 也是New Balance这个品牌 一直以来最好最优秀的一个特点 就是他们非常好走 非常适合长时间穿着 也是非常适合上班族上下穿 去在城市里奔走 那长时间穿着 它是非常舒适的 那也印证到 长时间穿着的通勤 舒适度 和这一身造型的技能风格的单品的舒适度 也是可以相呼应的 这个是在视觉表达上看不到的 只有穿着者自己能感受到的一个属性 身上这条裤子穿起来有点像裙子的感觉 基本上就是真的很舒服 不是开玩笑的 你们试过就知道 这裤子我是夏天一定会经常穿的一个款型 就是这种非常肥大的功夫裤 我现在也穿着 是我非常喜欢穿的一个类型的裤子 那身上的衣服呢 其实也不能说是只是为了搭配吧 它确实有它的功能性 因为通勤造型的单品 在保证它有舒适性的同时 再加上一定的功能性 或者叫技能性的时候 它会更加的加分 因为它会更加适合不同时间 不同气候的一个环境 怎么说呢 更加可靠 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不冷 但我一定要穿外套的原因 这个造型里面我只是传给你们看一下 后面我也有脱下外套 打在手臂上的一个造型 那这纯粹就是为了这个照片的风格服务的一个pose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我手上不仅仅搭了衣服 我还拿了一个咖啡杯 还拿了一本杂志 同时最重要的一点 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点 我用了有线的耳机 为什么我要用这种有线耳机 明明我就还有一个AirPods 对不对 很重要的一点是有线耳机 在造型搭配的照片里面 是可以起到一个视觉引导线的作用 这是很容易被大家忽视 但是又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怎么样去引导你的观众的视觉 让它从A看到B看下来这种感觉 就像我刚刚说的 我身上的颜色已经选得非常少了 有一个颜色跟鞋子呼应就足够了 我的鞋跨包呢 是来自胡工业和Sidegear联名的那一款 SO03前罩胸包 那它有一个鞋跨的模式 我在这里当做鞋跨包来用 那会看起来更加日常一点 弱化它的机能感 同时呢 也让它的颜色跟球鞋的灰色部分 有一点点呼应 那因为它的面积不是很大 没有我的T恤那么夸张 所以它能起到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 加上优衣库这本Lifewear 它的封面呢 除了白色之外 更多的也是一个裸色的背景 那在照片调完色之后呢 它会有 也是会起到一点点 跟你的肤色跟这双球鞋的颜色相呼应的感觉 对吧 那这跟耳机线的作用就是 在这一系列的手上的东西 包括身上挂的背的 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引导和过渡的作用 那这是一个造型搭配中的小诀窍 也跟大家分享出来 那希望能帮到你们拍摄你们自己的造型搭配的照片 然后我这些图片大家不用急着说按暂停去看 我过后会分批次的就 每个look我会单独再把它发在我的社交平台上 大家可以慢慢去感受和理解 同时呢 如果你要成组成组图片去发布在你的社交平台上 发布你的搭配照的话 其实我个人的建议就是 多发一些搭配同场景的一些小的景 就比方说我在咖啡店 但是它有面包卖 那我会凑一张面包的照片进去 或者说我再凑一张咖啡杯 咖啡的照片进去 让整个图片的阅读感觉看起来会更加的 节奏看起来更加的舒服一点 我会说从头到尾全都是满满的一个干货的内容 眼睛大脑在接收信息的时候 需要一定的节奏来放缓 那这种内容比重比较轻比较少的图片 就是用来放空的 那包括一些细节图也是 就一样的道理 你不用发一组图片全都是全身造型 都是一样的 然后就换不同的pose 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傻了 有更加聪明的做法 你不用拍那么多照片的 这是一个就在社交平台上 分享图片的一个小诀窍吧 那同时这个造型的配件呢 像我刚刚说的除了斜跨的那个宝纸外 帽子、项链、然后手表、戒指这些 我都是选择比较低调的单品 这就是我的一些想法 那希望能对你们有所帮助吧 这大概就是这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三连点赞、转发、评论、弹幕又多也好 我是Rock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超快 超快 超快的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